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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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板 别争了 我来找你 我来帮你写 我来帮你写 怎么样 好看吗 好 好 开开开 干吗 二少爷今天啊 他吩咐了 他有重要的事情 不能放人进去 我只是想知道 乔乔姐是不是在里面 我说小茶壶啊 你是喝了姜水还是河水 怎么主子的事 你渐渐要管呢 反正我今天 是不能放你进去 你要是硬闯 我只好跟你拼一下的了 喂 你知不知道 说病里面马上就死人了 你是不是当帮凶当上瘾了 小茶壶 你可别胡说啊 这什么东西啊 喂喂 站住 小茶壶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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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周瑜伏 我怎么也能放过你啊 王子 站住 你看不下去了吧 二少爷 他死了 好 哈哈 哈哈 哼 小茶壶 你真是个被屎鬼啊 这么急匆匆地跑来干什么呀 二少爷 你疯了 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小茶壶 你别把我的客气 当成我的懦弱 人和人之间是有情分的 但是情分是会用光的 等我和你的情分用光的 你也就死了 我不稀罕我们的情分 我告诉你 我很后悔认识你 我很后悔跟着你 我好后悔成为你的兄弟 从今以后我小茶壶 不再是你的兄弟 我们恩断义绝 小茶壶 我要好好地教训教训你 来人 给我把小茶壶的脑袋 按到这铁盆里去 我小茶壶不会低头 我再也不会低头了 有本事 你就把这小茶水 交到我小茶壶的头上来啊 我小茶壶不会怕死的 就算我死 我也会变成厉鬼 我来找你的 等一下 拉过来 小茶壶 你想死我就让你死吗 我告诉你 我得让你活着 你还得陪着萧紫云 以后你就陪着萧紫云 你得给我陪好了 如果萧紫云没吃饭 你就给我饿着 他要是没睡觉 你就给我醒着 你不说好死不如赖活着吗 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叫你好好地赖活着 我今天改变主意了 我觉得好死 比赖活着强多了 我看到你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我宁可去死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你怎么会变成现在的样子 我发现自从萧小姐出现之后 你就变了 可萧小姐那么单纯 这么简单的女孩子 怎么会让你变成这个样子 是吗 少爷 你口口声声说爱他 可是我看你分明是害怕他 所以你想尽办法害他 你是天底下最无耻最卑密的小人 你不是人 我告诉你 你知不知道萧紫云肚子里怀的事 咋懂 你为什么会想自己老婆会被判 你为什么怀疑他肚子里的孩子是别人 我小茶壶虽然什么都不懂 但是我知道萧小姐是清白的 你害了萧小姐 你害了刘玉生 你害了那个洋人 你今天还害了乔小姐 还杀了码头上的小姑 你是个混蛋 住手 少爷 这个小杂种留他干什么呀 跟 小茶壶你给我记住了 如果我不想让你死 你就死不掉 如果嫌惠地 就回来 在家里 我要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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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还有 他肚子里的孩子已经流产了 已经成型 是个男孩 高少爷 能保住大人的性命就很不错了 不要太难过了 请恕我直言 即使夫人能够平安脱险 恐怕以后也再也不能生孩子了 高少爷 要多少钱 要多少钱我都给你 你把他的病治好 高少爷您别着急啊 现在真的不是钱能够解决问题的 我说的可都是实话呀 贵仔 贵仔 二少爷 什么事啊 把钱庄里的钱提出来 有多少钱提多少钱 给我请一个最好的大夫来 是 是 我 我 我 是 我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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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事怎么会弄成这样呢 他高云飞真可谓是连遭暴露 他的身边连个贴心贴肺的都没有 我看动手的实际已经成熟 再说 我们商团队都准备得差不多了 正所谓养兵千日 勇兵一时 应该来此实战了 不 不要那么着急 虽说他高云飞树敌很多 可是他一次次逢凶化吉 可见此人做事非常地小心 我们不可应聘 只能智取 避免吃亏 吴先生真是足智多谋 可以说是诸葛在世 吴先生还有什么吩咐吗 这次我们一定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 陈孝和那边你一定要 我明白 我会跟他说 好 去吧 是 一二三 来 下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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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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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 四五六百大秤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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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人 你小子找我 还要借钱 你已经欠我们900块大洋了 赌场规矩欠债还钱 你什么时候还钱 不就900块大洋 你再给我500大洋 我现在马上就赢回来 你好大的口气 可惜 像你这样的 我欠的多了 有钱还最好 没钱还 那我们就要你点别的东西了 别的东西 我倒要看看 你想要我什么东西 来人 给我拿下 是 你干嘛 喂 你们放开我 你干什么 老板 老板我认识高云飞 你去把高云飞找来 他肯定会帮我还钱的 我还认识陈炯明呢 谁帮我去东江找啊 啊 救命啊 救命啊 走 高老板 高老板你可来了 这几个王八蛋 想动我的手 高老板 您再大的身份 也该懂赌场的规矩吧 嗯 这 这 这 钱钱不还 哼 这是我们玉兰堂的客人 还怕还不了你几百大羊吗 方少爷 你今天输得够惨的 高老板 你来的太及时了 你比我爸爸对我都好 以后啊 广州城内只要是我手里掌管的生意 我都给你做 你要枪是吧 我帮你去弄 就算我弄不到 我帮你偷 我也给你偷鸡赶来 你太客气了 其实没关系 去给方少爷 再拿两千大羊来 高老板开口了 就是给我天大的面子 去 拿两千大羊来 是 去 快去 好好玩 接着玩 输了再找他拿 好 钱有的是 你们几个 听见没有 还不快拿钱去 好好好 一 上 二 上 三 上 我告诉你们说啊 都给我打点精神出来 要不然我饿你们三天三夜 四 上 高大少爷 真是别来无恙啊 你胆子可真够大的呀 你敢跑到这儿来 你信不信我一声口哨 一人一枪 把你打成个马蜂窝 哎呀 不至于吧 我知道你们现在弹药缺乏 总不会把这些弹药 都浪费在一个老头子身上吧 那再说了 我今天可是来送礼的 俗话说得好 当官不打送礼呢 到底想干什么 送什么礼 这是乔小姐生前 让我帮她找一个工匠修补好的 可见她对这个物品的钟爱呀 哎呀 只可惜我晚了一步 不过我顺便说一句 当中那个最大的 现在已经不知所踪了 要不是你的一把暗枪 她何至于死得这么惨 高大少爷 我是知道你喜欢乔小姐的 但是毕竟 被你弟弟给霸占了 我今天直言相告 我们有一万个作对的理由 但是现在目标一致 我不会拿我的枪口对准我弟弟 我也没说让你把枪口对准你弟弟 我只是说 我们跟高云飞在清仗时 你不要把枪口对准我们 因为我们毕竟 是帮乔小姐来清仗的 好了 你忙吧 我走了 我死了 我死了 气若油思 精神不振 伤动血脉 性格怪力 大夫说的正好是她的病症 那么这有的质吗 我非大夫我乃半仙也 是 是 半仙 那他这个病 正好 我这里有一记祖传的真迹 一针便好 打真迹这是西医的事情 怎么半仙 中医为体 西医为用 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吗 你到底是要不要打真呢 等我和家人商量一下 这个半仙你从哪找来的 他可是东莞的名义世家 二少爷不信可以去打听 在东莞这真半仙谁不知道 如果他治不好太太的病 我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少爷尽管放心 这真半仙的浑浑针淋得很 一伸下去绝对见效 真有什么不测 跪在我自己把脑袋拧下来 给你当一壶 你自己说的 半仙 那剑内的病就拜托你了 我说的 一般打针之后 病家要睡上两个时辰 病情便会有明显的好转 半仙果然不同凡响 我在这里谢过了 那么请问半仙在中医这个行当里 修的是哪一科 半仙专攻妇科产科疑难杂症 半仙 咱们能不能借一步说话 好 半仙 我老婆产下血胎之后 有什么方法能让我知道 那是不是我的骨肉 这个确实是有些办法 比如水银测血 不过您这儿没办法做 为什么 中医讲究气血 比如问天问地 必须要择石择地 以示诚意 广州城里当属 白云山最为灵气 以水银测血 还是上山为好啊 那我老婆也去吗 那倒不必 老爷只要带上血胎便可 那我们现在就上山 让一让嘞 让一让 你怎么开车的 好 吴先生 怎么 是你弟弟叫你陪他去白云山的 你怎么知道 我都告诉你 我这次是替乔小姐来清账的 那我怎么跟她说啊 还要我教你怎么说吗 你叫贵仔陪着他就是了 再说了 你弟弟这次会不会遭到暗算 你得考虑自己的厚度 你不是答应我 要跟我合作吗 怎么个合作 还得看你的实际行动啊 要不然 下一次我就不会再救你了 你听着 你听着 半个时辰后 云飞他就到白云山里 他是为了萧紫云被人请去的 少爷 来 你这里还真是一个养仙成道的地方 过奖过奖 修身养性 修身呢 这是个好地方 养性呢 要以身为虚 身外之物 该不看重 那么在这个地方 怎么来办我们说的那件事 我让你准备的血胎呢 好 您先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到里面去准备准备 没有 年寻命 驾 跪仔 看到了吗 这叫面稳铸鱿 爱 人家刚死的孩子 哪个女髮 这个骗人上钩有点不仗义吧 他杀我们老大父亲的时候仗义过吗 这就叫做一报还一报 我还有事 先走一步啊 好好好 应该没死 你们要干什么 我是来求医的 把半仙给我找出来 我要找半仙 这里没有半仙 只有大仙 曹启君 你竟然还活着 高云飞 你也有今天 你个混蛋 曹启君 你要杀幼寡 你赶紧动手 少废话 一刀杀了你 岂不是太便宜你了 死是一定的 但我会让你死得很舒服 老大 从他身上搜出来的 兄弟们 多加点柴火 好好伺候伺候他 是 曹启君 我告诉你 我这把枪不是白拿的 我这把枪是一笔财富 上面有一个秘密 你要是想合作 那就把我放了 你听到没有 这个秘密 只有我知道 过去的事咱们别提了 如果你想合作 那么我们现在就可以谈 闭嘴 你有再多的钱 也换不回我爹的命 爹 您睁眼看着 今天我要把高云飞 活活烧死 挖出心肝来寄命 兄弟们 动手 动手 高云飞 快动 快动 你 是少爷 你怎么又杀人了 我不杀他 他不杀我吗 我 可 可 可他是个读书人呢 读书读个屁呀 你这样的人将来还能做大事吗 我 你会开枪吗 不过打得还挺准 把我的枪捡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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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看这支枪 它已经坏了 你看呀 你那么多枪 还要去把破枪干吗 嗯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和这个东西不是一套的 哎 对了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有个玩具 和这个一模一样的 要不然我拿过来给你配一配 说不定能配上的 啊 你看 这还真的不是一套 算了 这里不安全 我们赶紧离开这里 哦 好 贵仔呢 贵仔 我 我没看到 明白了 回去以后 你立刻找到大少爷 我要跟他好好谈谈 哦 这个曹公子做事情怎么这么鲁莽 不跟我们商量就擅自行动 现在弄的是全军覆没 吴叔叔 他有没有跟你商量过 没有 没有 求焉 我倒要告诉你 这次高云飞躲过这一劫 是小茶壶救了他 你的意思是 是小茶壶救了这个仇人 是啊 要不是他突然出现 高云飞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所以嘛 我早说过 这个小茶壶不可信 我们要找过是燕仙做了他 求焉 你总是执迷不悟的 也许我早就该料到 这个小茶壶跟高云飞的情分 可是叔叔 你别忘了 如果没有他 我们怎么打听到这个枪的秘密 你还有哪个内线可以告诉你呢 毕竟他帮我们做了很多事情 贵仔 辛苦你了 你的赏钱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去账坊领吧 是 还有 回去之后帮我找一下小茶壶 就说是我说的 让他必须给我找到那把枪的秘密 是 那我这就去 谢谢大小姐 谢谢吴先生 发交 贵仔 你这是去哪儿啊 我 我 我 你让我阿弟受了此烟熏火烤 你说我该怎么报答你啊 我 我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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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饶了我吧 大少爷 大少爷 我再也不敢了 大少爷 你饶了我吧 我和你坐鱼坐马都行 你饶了我吧 大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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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阿弟 你这么快就办完事了 除了一个小打手还花时间吧 去得正好 他刚好从罗家拿了赏钱出来 被我逮个正着 怎么处置的 老规矩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只拿回这个 大哥 我还得求你件事 帮我找个医生 我想把紫云的病治好 好吧 现在你满意了 我有什么满意的 这本来就是你应该做的 再说了 她是你老婆 又不是我老婆 小炸虎 你留在这里守着紫云吧 就算帮我一个忙 我现在有事 先出去一下 知道了 麦克先生 我要枪 刚好于小姐也要 这就难办了 不过我这个人最讲究公平公正的原则 还是那句老话 天大地大 有枪最大 我呢 是皇帝女儿不收嫁 要卖枪 拿钱来 看谁出手快了 你知道我现在大手大脚的 还要刺激我呀 我们城里商团呢 主要是为了保护商人的利益 如果为了这件事情 拾了老本 大家都会觉得不值 所以要让我现在把家底儿给压上 还不敢呢 对 对不起啊 那没谈 好漂亮的一支枪啊 这不是一支枪 这是一把钥匙 能够打开财富之门的钥匙 就是说 假一时 高老板还是能够筹到买枪的钱 高老板 我对做生意的方式不是太了解 但是呢 我有一个原则 只收现钞 不收汇票 所以呢 要抓紧呢 好 那咱们一言为定 老爷 有何吩咐 我要出一趟远门 您去哪儿 我去准备 云南 云南 什么都别问了 再找两个家丁 救我们几个人 谁也不要叫 马上去准备 他要找大夫治疯病 是啊 我觉得 我这个弟弟 倒是该治治自己的疯病 难道他要陪这个疯女人过一辈子啊 他如果要这么做的话 我还是很佩服他的 好 这个忙我一定要帮 吴先生 你别开玩笑了 我不是开玩笑 我还真有一个朋友的儿子 在德国学的是心理学 他可以利用这种方式 治疗疯病的 还是很有效的 吴先生 就算有特效 那您为什么要帮他呢 高云飞身上有很多秘密 有些秘密啊 你也不一定知道 既然他那么爱萧紫云 那么有些私房话 他难保不跟萧紫云透露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医生 从萧紫云那边知道一些隐私的话 那对我们是很有好处的 你说高云飞 他真的去云南了 是 好 那我先走了 好 我先走了 伤心 大学 你怎么报答呀 大学 大学 明明 可以 看 有点 帮助 好吧 好 那你就盯死高云飞 但你记住 任何时候都不能让他知道 你在盯着他 快上钩啊 快上钩了 我 喂 我钓了半天的鱼 马上就上钩了 你干嘛 你想 哇 你是不是想我了 谁想你啊 我本来是让贵仔 通知你一件事情的 可是这两天 我一直找不到他 是吗 我也好多天没见到他了 说 要我帮你什么事 是杀呢 还是抢呢 还是偷啊 什么 本小姐在你眼里 就是要么偷 要么抢啊 我要你帮我打听一件事情 打听消息啊 什么消息啊 告诉我 高云飞身边随身带了一把枪 据说那把枪上 藏着一个很大的秘密 你帮我打听一下 到底是什么 这么严重的事情啊 你是想让我窥探别人的隐私吧 你做不做啊 你不做我找别人去了 我我我我 我帮你做 我帮你做嘛 但是我跟你要说清楚啊 我不能给你打包票的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 什么意思啊最后一次机会 还威胁我呢 如果我做不成我怎么办 废无一个 那就杀 你舍得杀我啊 你舍得杀我为什么要送我鞋子 难道你这样把鞋子送给一个死人啊 多可惜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敢再这么对我贫嘴的话 本庄主就对你不客气 本来挺好的一姑娘 当了庄主之后 就好像我永远欠你一百调似的 我愿意 小茶壶 什么事啊 大少爷找你呢 好 我马上过来 去吧 行了行了 答应过的事情呢 我小茶壶是一定会做到的 放心吧 给我记住了啊 记得想我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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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